鳳台要來的 行政院長都是台中有去 去上宿市場 也因為之前 放鳳台還有一些資金 它是要求去上宿要提升博物 因為是晚上七點的時候 會和館市首長開時薪會議 來提供最新的 去上資料 加上停班停庫的參考 不過這次 從現在開始 在晚上九點的時候 去上宿會再提到一次 更新的資料 讓館市政府看 等到九點了 這麼快點 加上港 甘米停班停庫 除了在七點 我們正常有召開這個縣市首長的相關的會議之外 我們在九點再提供一次更新的訊息 那如果我們的縣市政府 他們期待要有更新 更完整的一些訊息的話 那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去上宿解說 過去都是在晚上七點跟行政戶開時薪會議 提供向有預承的資料 做停班停庫的參考 不過七點輸用的是五點多的資料 在行政宿的建議之下 晚上九點又再提供一次八點多的資料 前面市府標是配合行政宿的決定 原車跟基隆台北通行討論停班停班停庫 四個市都有共識的時候 我們可以延後這個對外的公佈時間 最晚不會晚過十點 達到一定的標準 我們也希望能夠盡速掌握所有的資訊 那也盡速給我們鄉親做因應的準備 不管它有沒有增加 我們的考慮的原則應該是不便的 再多一報提 因為比較接近 譬如說颱風登入或什麼樣的時間 會提高準確率的話 這當然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貴雄市府標示 過去的經驗是就算有的所及要不夠 有關愛總合科領對市民作成的影響 過去也沒有固定的選擇時間 經營政府分別有科領 如果經過天然在海天之上班上課 作業辦法規範 如果它沒有去前進派決定的時候 原地就受款修正決定 當時間要規範還是專制停班停庫 法佈的時間應該在前一日晚上七點到十點進行 記者中華報道